今天這部影片叫做 像雷諾瓦 喜歡繪畫的朋友大概都知道 雷諾瓦是誰 在印象派當中裡面 他可以講說 算是荷荷有名的人物 這位雷諾瓦他很擅長去繪畫原物 尤其是女人 尤其是胖胖的女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喜歡這種 無肉感的女人 所以這個女主角 其實是法國當代 一個非常重要的 等於是A咖的名型 那為了演這齣戲 你可以看到她的裸體 我們今天這部影片 是先例子 那麼她有裸體 你會覺得說 這個身材好看嗎 不止有一點點打大的 但事實上是她為了要演這齣戲 特別去偵探 偵探 因為要符合當時的一種神免觀點 其實在十九世紀之前 其實這印象派當中 大家是新興的一些畫風 那其實他們並不是受不到主流社會的注目的 各位要知道以前像那個范谷 范谷根本就她的畫到19 1895年吧 最后1995年還1995年的時候 她連這個衣物畫畫完 我記得那一幅畫叫做 麥田昏樣 那後來也死掉 連那一幅畫也沒有賣出去 其實她賣了兩圖 是哥哥買的 哥哥幫她買的 哪其他的畫根本沒有人會注意到 沒想到事後 我們也想過 她的衣物畫經過一百年以後 衣服都是超過 我現在在文化 台幣五六十萬 五六十億 五六十億 可是這樣 這個藝術的一種觀點 是很難去用一個 平常的一種價值觀裡面 來去解定的 Lenoir也是那個時期 不過她比凡古人比較幸運 她比較幸運 因為她的畫風裡面 大概用這種所謂的 類似模糊不清格 沒有界線的一種畫法 來去顯現光和眼的一種對照 印象畫其實大部分都著用在 光眼上面的印照 所以在古之后裡面 他們沒有光眼的印照 當然有 但是他們刻意去強調她 刻意去強調她 Lenoir的話 她的畫 刻刻有名 那當然 後面她在年紀很大的時候 有關她的技術裡面 其實是非常多 因為她晚了 得到了痛風 其實她的手指 等一下我們看的時候 她就會知道 她這個影片裡面 演得非常不正確 手指都已經是扭曲變形 那手已經沒有辦法握筆 可是她還會這樣畫 那沒有辦法握筆 要怎麼畫 就每天早上起來 就用草的那個繃帶 把她的筆綁在自己的手上面 就這樣畫 聽說後面我手還會發抖 這是另外這部影片 沒有了 但是最後女人畫好了以後 不是要畫一點金嗎 她說最後那個是最後一個過程 就是眼睛要點一個白點 那時候會發抖 發抖 所以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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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青春點水一樣 嘟 而且很準 聽說很準 這是我看另外一本書裡面的報導 真假我沒有辦法去做一種評判 那可見林諾瓦堂那個時候 還是非常專職 在這個所謂的藝術領域上 尤其他們的一種揮畫的創作 但林諾瓦跟其中一個人物裡面 今天我們的男主角 除了林諾瓦之外 他還有一個兒子 叫做林諾瓦當然是姓 不過他這個導演何會有名 因為我們後來出了 在歐洲出現了一位很有名的導演 他就是六零年代法國新浪潮的 合作安排的一位導演 那這個導演他們在合作安排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並不一定是科班出身的 另外另外一派叫做筆記牌 筆記牌其實就是高達蜘蛛 為什麼稱為筆記呢 因為有一本雜誌叫做電影筆記 在當時他們兩個只筆 意思就是說評論 像我們寫評論 但是高達安蜘蛛 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拍片 他就罵 因為他覺得法國是22個導演 沒有一個成才 求罵罵的狗血淋頭 罵到最後不能再罵了 沒有人讓你罵的 都罵完了 他說那怎麼辦 那我們自己再拍好了 所以高達跟蜘蛛後來就自己拍片 第一部他拍的是400集蜘蛛 高達拍的叫做好像是斷的氣 所以這兩部影片同時在全世界裡面 引起很大的轟動 所以從此也就掀起了什麼 掀起了一種所謂的新浪潮的風潮 所以新浪潮是形容另外的一波的浪潮 所以那是一個記者取的名字 電影即將要再掀起一股新浪潮 新浪潮其實大部分有受到五零年代的 新血血液的影響 那是從意大利發展過來的 所以歐洲那時候起了電影 起了很大的歌 我常常講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是全世界的改變最大的一個事態 所以我們現在的臨動生活多多少少 也受到那個時候的啟發 那另外一派就不是科班出生的 專門這些筆記 其實楚芙也不是 楚芙她其實是一個不良少年 年輕的時候混在巴里鐵塔的 後面因為娶了一個很有錢的太太 慢慢收斂了新神 所以我太太拿錢讓她拍影片 所以她現在嚴格講講她比較幸運一點 Lenoir就是那個 Iran Lenoir就是我們這個電影導演也是一樣的 不把他們有錢 隨便一呼喚讓她拍一部影片 我想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她算是在二零年代三零年代 二零年代就開始拍了 其中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影片 三零年代就拍了 那時候大家就正大為驚嘆 現在依然如果算起來的話 我們以現在的水準來看的話 我們不見得能夠拍出那樣的影片 叫做大幻年 我記得有在這邊 不知道在這邊還是在郭建華裡面有講過 大幻年 那就是她這個畫家的兒子 其中就是我們今天的這位男主角 那郭建華裡面拍了在五九年 六零年 六零年的時候 一九六零年 跟霍格里爾拍了一部 叫做去年在馬輪吧 那這部影片呢 拿下的好像是 唯一是金子獎 因為這部影片 前五古人 後五來者 這個是已經沒有人可以拍成這樣的影片 完全是在講意識流的東西 這樣的一種題材 能夠在六零年代 一九六零年代 以後就能夠從電影的一種角度 去做一種呈現 可現在它的藝術成就裡面是相當高的 因為合作安排這些人 他們大部分都是一些來自各階層的藝術家 比如說有畫家之外 還有雕刻家 建築師 他們都混在一起 提供了更多的意見 還有小說家 像霍格里爾 就是法國新小說的一個掌門人 第二年 就是那個年代過了以後 他又跟那個馬克里特 許阿斯這位法國的一個女孩子 不是算女孩子 他那個時候應該從小在越南長大的 所以他寫的小說大部分都跟東方男人有關係 他也寫了一篇叫做廣島之戀 廣島之戀也變成是經典 那也四處得獎 總之這位達人裡面我覺得是不同環境的 因為他可能是受到發發發的影響 但在這影片裡面我們可以發現 他是受了這個女主角的影響 我們今天的這位女模特兒 這模特兒很漂亮 但是他有他強烈的企圖性 為什麼那時候他就慫恿他 慫恿他 慫恿他做什麼 來拍片 所以二零年代的時候他就有發誓 他說我一定要拍片 那拍片呢 我會為誰要拍 就是為你 所以其實在當時 兩個人默默交往的時候 其實他爸爸 也就是老的年齡 他其實對這個model裡面有很強烈的一種 所謂的企圖性 不過死不過於的 原因是因為人已經很老很老很老了 老到這麼樣的一種年紀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 最後他還是摟著這位model 他說了一句話 我們認識太晚了 我們認識太晚了 這人生裡面有太多的一種感嘆 不管是男的人 不管是女的人 我想通常是一樣的 不過雷諾瓦塔 當然 你說用現在的角度去看 他很風流 沒錯 因為每一次 每一個model裡面 就化完了以後 就會留在他家裡 一方面為他做飯 或者幫他去照顧起居 差不多有四五個人留下來 這個雷諾瓦也有他的魅力 當然 尤其這些女人留下來 是不是有他的企圖心呢 因為將來的話 如果分得一胡話 那不就 就已經是直回跳架了嗎 但他們是不是真的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一種批判 但是這些人裡面 我也不自得去照顧他 日常生活 這倒是真的 但是總之 他有一個小的兒子 很小的 他擁有三個兒子 大的兒子 是當兵的 當軍人 那第二個兒子 就是 就是那個 阿倫 就是後來當導演 還有另外一個小兵 所以我們比較認識的 當然就是第二個 在之間兩個父子之間的一種關係 其實這方面裡面 從中裡面來去做探索的 一個藝術家 究竟用什麼方式裡面 來去呈現他的一種 不一樣的一種風貌 當然就是創意 每個人都必須要有創意 我們人生活著 你不是藝術家沒有關係 但是 還是必然應該要有創意 如果沒有創意的話 你的人生會顯得非常平庸 那有創意 什麼叫做創意呢 做出來的東西 大概是跟別人不太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是刻意不一樣 而是說 我從這個不一樣當中裡面 我有很多的訴求 我自己有很多的訴說 那這樣的一種訴說當中 就是呈現了另外一種風格 我覺得人生裡面 就因為這樣而有了色彩 這就是創意 不管是畫家 或者是其他的電影導演 通通是一樣的 藝術家或者是編劇 不也是無恥嗎 所以觀看這部影片 它其實有很多很多 很豐沛的一種所謂的 生命色彩 尤其是在繪畫上面 那對於十九世紀初期 就是差不多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年左右的年代 這個期間裡面的 他們的日常生活 所以日常生活 其實現在看起來 生活格調都還蠻高的 所以說十九世紀 他的生活裡面 其實是非常細膩的 所以那個時候 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你就能知道 這開始裡面 人生裡面 對於人文精神上面 裡面的一種所謂的 特別的一種呈現 這也會讓生命 面有更加的一種豐沛的 好 因為剛才其實是 很早就來了 早不到二十幾天就來了 但是人家發覺我沒帶影片 然後其實慢慢又跑回去 又回來 所以在時間上面 略先有耽擱 這一點像各位之前 好 那我們現在影片即將開始 謝謝